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期 因为我们将深入探讨9月18日即将到来的特殊日子 哪些生效将会迎来命运的后领 成为真正的财富幸运儿 这一天对许多人来说 可能是财运转机的关键时刻 无论你平时是否相信生效和运势 今天的内容你一定要认真聆听 因为在9月18日这一天 很多人的财富轨迹将悄然改变 特别是那些命中注定有好运降临的生效 他们将在这一天获得一笔横财 带来令人意想不到的好运与惊喜 接下来我们将一一揭晓这六大幸运生效 看看你是否也在其中 尤其是排在第一位的生效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能够改变命运的绝佳机会 首先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熟虎的朋友 熟虎的人一直以来都以精明果断的性格著称 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表现出极高的决策能力和判断力 尤其是在面对风险和机会时 他们总是能够冷静应对 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 这种性格使得他们在事业和生活中比别人更容易抓住机遇 特别是在投资领域 熟虎人往往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会 从而通过精准的判断和策略 获取可观的回报 随着9月18日的临近 熟虎人将迎来一次重要的财富契机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熟虎人将凭借自己此前在房产 股票或其他金融市场上的精明投资 收获一笔丰厚的财富 对于熟虎人来说 他们的成功并非偶然 而是源于长期的观察 学习和积累 熟虎人一向不会轻易跟风投资 他们善于冷静分析市场动向 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会做出行动 因此9月18日这天所带来的财富 不仅仅是一次运气的爆发 更是熟虎人智慧和努力的结果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熟虎人可能一直在默默耕耘 认真分析各种投资机会 等待合适的时机出手 无论是房产市场的起伏 还是股票市场的波动 熟虎人都能保持理性的心态 稳步前行 他们知道 投资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而是需要持续的关注和细致的规划 而正因为这种细致的观察 和冷静的心态 熟虎人在面对9月18日这天到来的机会时 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把握住属于自己的财富契机 对于许多熟虎人来说 9月18日可能会成为他们财务状况的 一次重大转折 这天带来的财富 或许是此前一次关键投资的暴涨 也可能是一次意外的横财 比如遗产的继承 意外的中奖 或其他形式的财富馈赠 无论财富的来源是什么 这笔横财的到来 无疑将为属虎人未来的生活和事业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属虎人一直以来都以果断坚毅 勇敢自信的形象示人 他们在面对复杂局面时 能够快速分析形式 做出准确的判断 这种果敢的性格 使得属虎人非常适合从事需要决策力和胆识的行业 尤其是在投资领域 属虎人常常能够比别人更早发现市场中的机会 在日常生活中 属虎人也是非常有进取心的人 他们不会轻易满足于现状 总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 这种果断与坚毅的性格 使得属虎人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往往能走得更远 他们敢于冒险 但绝不是盲目的冒险者 在做出每一个重要决定之前 属虎人都会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调查 分析 并权衡其中的风险和回报 因此 他们的每一次行动背后 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而正是因为这种冷静和缜密 属虎人在9月18日迎来的财富暴涨 不仅是好运的降临 也是他们长期以来积累的智慧和努力的回报 随着9月18日的到来 属虎人的财富将会不断增加 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富足 这次财富的积累 不仅能为他们带来物质上的满足 也会让他们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加自信 对于属虎人来说 这次财富暴涨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增长 更是对他们过去努力和决策能力的肯定 无论是事业上的提升 还是生活中的改善 属虎人在未来的日子里 将以更加自信和积极的态度 去迎接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 9月18日对属虎人来说 将是一个充满机会和财富的日子 他们的果敢决策和精明眼光 帮助他们抓住了这次财富暴涨的契机 而这笔财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回报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认可和鼓励 未来 属虎人将继续在事业和生活中追求卓越 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 收获更多的成功和成就 接下来要讲的是属兔的朋友 属兔的人一向以务实勤奋著称 他们的脚踏实地和对工作的认真态度 使他们在人群中总是显得特别值得信赖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 属兔人总是倾向于选择稳妥的方式前进 他们相信只要持续努力 命运终将回馈那些不懈奋斗的人 而即将到来的9月18日 正是属兔人期待已久的回报日 他们之前的辛勤付出将在这一天收获丰厚的回报 在前段时间 属兔人可能已经开始看到了一些努力带来的成果 比如在工作中获得了领导的认可 或是项目上的突破性进展 在投资领域 属兔人往往以谨慎闻名 他们不急于追求短期暴力 而是注重长期稳定的增长 而这份耐心和坚持 将在9月18日得到极大的回报可能是一笔可观的奖金 投资的意外收益 甚至是亲友的赠予 无论是哪种形式 这一天都将成为属兔人的幸运时刻 让他们深刻感受到生活中的富足与喜悦 属兔人的好运不仅仅体现在物质回报上 9月18日带来的不仅是财富上的提升 还将让他们在精神层面得到极大的满足 属兔人性格务实 勤奋 他们从不轻易放弃每一个忌讳 始终相信通过努力 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们注重细节 喜欢在生活和工作中做出详细的规划 追求稳定和长远的发展 因此 属兔人的每一步行动都显得稳健而扎实 正是这种耐心和坚持 让属兔人在面对挑战时能保持冷静 并最终收获丰厚的成果 对于属兔人来说 9月18日的好运和财富 不仅是命运的馈赠 更是他们长期努力的结果 这次的财富累积 将让他们更加坚定地相信 只要不断付出和耕耘 未来必定会充满更多的希望与机会 未来的日子里 属兔人将在这次回报的激励下 继续稳步前行 去迎接更多的成功和幸福 第三个幸运生效是属狗的人 属狗的朋友 以果敢坚毅闻名 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中 展现出的勤奋和认真态度 使他们总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赞赏 与其他生效相比 属狗人特别注重行动力和责任感 这种性格特点在事业中尤为突出 无论是职场上的工作挑战 还是生活中的个人追求 属狗人总是以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投入其中 特别是在商业和投资领域 属狗人一向以敏锐的判断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著称 正因为如此 9月18日这一天 他们将凭借长期的辛勤付出和智慧 获得丰厚的回报 对于属狗人来说 这一天的财富增长绝非偶然 多年来 属狗人凭借出色的商业嗅觉 时刻关注市场变化 善于抓住投资机会 在别人犹豫不决时 他们果断采取行动 敢于承担风险 并在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种独特的冒险精神与理智结合 使得他们在面临不确定性时 依然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属狗人明白 财富的积累不仅仅是运气 更需要智慧 勇气和毅力的共同作用 因此 9月18日 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增长 不仅是他们长期以来 深思熟虑的投资策略的回报 更是对他们勇敢决策的肯定 属狗人果敢坚毅 充满冒险精神 同时具备极强的责任感和决心 他们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个选择 都充满信心 并始终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属狗人在事业和生活中 都展现出强烈的进取心 善于发现机会 并勇敢抓住这些机会 他们从不轻易放弃 每一次的行动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属狗人明白 成功和财富并不会轻易降临到不准备的人身上 因此 他们始终在为更好的未来而努力拼搏 做好准备去迎接任何机会 9月18日的财富增长 将为属狗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这种成就感不仅来自于物质上的富足 更是对他们多年努力和坚持的认可 属狗人将凭借这次机会 进一步巩固他们在事业上的地位 并为未来的成长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财富的积累只是一个开始 属狗人凭借他们果敢的性格和坚韧的精神 必将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属猪的朋友 属猪的人一向以聪慧干练著称 他们具备敏锐的洞察力 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 快速捕捉到有利的机会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职场上 属猪人总是能够凭借出色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 走在成功的前列 尤其是在涉及财富和财务的领域 属猪人往往能够展现出极强的商业头脑 和精准的分析能力 9月18日这一天 对于属猪人来说 将是一个收获横财的绝佳时机 无论是通过职场上的努力 获得高额奖金 还是投资中的意外回报 这一天的财富增长 将大幅提升属猪人的经济实力 属猪人从来都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人 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每个阶段的目标 并且善于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 相比于盲目跟风 属猪人更倾向于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 和深思熟虑来做出决策 在9月18日即将到来的这一天 属猪人的果断决策将得到验证 无论他们是通过投资股票 房地产 还是其他形式的理财产品 属猪人都将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 获得丰厚的回报 这笔横财不仅会让属猪人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还会让他们在未来的财富管理中更加自信 从而为他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机会和幸福感 对于属猪人来说 财富的积累不仅仅是运气的结果 更多的是他们冷静决策和长期努力的体现 属猪人冷静睿智 善于抓住机会 他们不仅具备极强的分析能力 还能够在面临复杂局势时保持清醒的头脑 不轻易被外界的干扰所影响 在投资或财务决策上 属猪人总能根据当下的形式做出最佳选择 并以果断的行动去把握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 这种冷静与决策能力 使得属猪人在面对财富增长时 总能显得游刃有余 他们并不急功近利 而是注重长期的稳健发展 通过一步步的积累 实现自己的财务目标 9月18日这一天的财富飞涨 将为属猪人的未来增添光彩 这次财富的积累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提升 更为重要的是 它将助力属猪人在未来的生活和事业上 迈向更高的台阶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 属猪人将拥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 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无论是进一步投资 还是改善生活质量 这笔横财都将成为属猪人 实现梦想的强大动力 在未来的日子里 属猪人将继续以冷静睿智的心态 勇敢追求更多的成功与幸福 属蛇的人是这六大幸运生效中的第五位 他们忠厚诚挚 善良待人 一贯低调务实的性格 使得他们在生活中 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就 属蛇人往往显得沉稳内敛 他们总是把心思放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上 不争不强 也不追求过多的表面荣誉 然而 命运往往格外眷顾那些心怀善意 默默付出的人 对于属蛇人来说 9月18日将成为一个充满惊喜的日子 在这一天 他们可能会通过意外中奖 收到馈赠 或是因某个善举得到回报 获得一笔不菲的财富 属蛇人一向信奉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的道理 他们认为 善待他人 真诚待人是立身之本 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乐于帮助他人 尽管有失这些善行 并不被外界广泛知晓 属蛇人不追求轰轰烈烈的场面 反而更愿意默默耕耘 积累自己的力量与资源 因此 当财富降临时 对属蛇人来说 这既是一份意料之外的惊喜 也是他们多年来 坚持善行和努力的自然回报 属蛇人善良诚恳 内心坚定且富有责任感 他们做事踏实 认真 不喜欢张扬 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则 属蛇人非常注重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他们认为与人相处应当以成相待 因此他们总能在生活中 获得他人的尊重与信任 虽然属蛇人不喜欢将自己的功劳或善行挂在嘴边 但他们的每一次付出 都源自内心的善意和责任感 正是因为这种坚定的贫心 使得属蛇人在9月18日这一天 得到了命运的眷顾 当命运以财富的形式回馈属蛇人时 这不仅是一笔物质上的财富 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幸福和满足感 属蛇人会感受到自己的努力与善行 并没有被忽视 相反 这一切都在冥冥之中 为他们积累了好运 这次财富的到来 将进一步坚定他们对善良和诚实生活方式的信仰 鼓励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继续以这种方式面对世界 9月18日的到来 将让属蛇人明白 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金钱的积累 更是内心的富足和精神上的愉悦 这份财富所带来的幸福感 远超物质本身 让属蛇人感受到自己被命运厚待 最后一个幸运生效是属马的人 属马人以他们的开朗和勇敢著称 他们的性格充满了活力和肇气 总是给周围的人带来积极的影响 这种乐观的天性 使得属马人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时 始终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心 他们勇于尝试新事物 不畏惧风险 总是渴望抓住一切机会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无论是事业上的晋升机会 还是生活中的改变 属马人都愿意主动去追求和探索 这种勇敢的性格使得他们在9月18日这一天 注定要迎来一段充满惊喜和财富的美好时光 对于属马人来说 9月18日带来的可能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收入增长 他们可能在工作中因表现突出而获得意外的奖金 或在投资领域因敏锐的眼光而实现高额回报 属马人总是充满着冒险精神 这一天的财富增加 很可能源于他们一次大胆的决定或尝试 而这种勇敢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除此之外 属马人还有可能遇到一些幸运事件 比如中奖或亲友的馈赠 无论是哪种形式 这笔财富都将为属马人的未来 增添更多光辉灿烂的色彩 属马人之所以能够迎来这样的幸运时刻 正是因为他们积极进取的性格 属马人从不畏惧失败 他们相信每一次机会都值得尝试 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抓住命运中的每一个机会 属马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他们乐观自信的态度 让他们能够以积极的心态 面对人生中的起伏 因此 9月18日的财富基于 不仅是他们努力的回报 更是对他们积极态度的一种肯定 属马人积极进取 敢于追求新的机会 他们性格乐观 自信 总是在生活和工作中 展现出强烈的主动性 9月18日对于属马人来说 将是一个改变命运的重要时刻 这一天的财富基于 不仅会给他们带来经济上的丰收 也将为他们的人生打开新的篇章 属马人凭借自己的勇敢和坚持 在财富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 他们的未来将充满无限可能 每一步都将充满惊喜和忌讳 通过这次幸运的财富增长 属马人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富足 前途更加光明 总的来说 属马人的性格 使他们注定与财富和成功结缘 他们的勇敢和乐观 帮助他们在面对机遇时 毫不犹豫地抓住 而9月18日的财富惊喜 将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动力 继续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中勇往直前 最后来聊聊 如何通过风税鱼缸的正确摆放 不仅招财还能化解小人煞气 提升家居风水和个人运势 在风水学中 鱼缸被认为是具有强大能量的风水物品 既能招财难浮 又能够化解煞气 防止小人作祟 通过正确摆放鱼缸 不仅可以带来财运 还能够改善家居的气场 帮助化解小人煞气 提升整体的风水能量 以下是关于鱼缸风水摆放的详细介绍 帮助你最大化的利用鱼缸的风水作用 招财又化煞 鱼缸作为水的象征 在风水中属水元素 水具有摧菜的作用 水是流动的 象征着财源滚滚 通过鱼缸内的水流动 能够激活空间内的气场 带来正能量 同时 水也是化煞的元素 可以吸收和中和家居 或职场中的不利气场 尤其是针对小人煞气 鱼缸的水流 可以有效化解它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鱼缸中的鱼 则代表着生命力和活力 活跃的鱼 不仅增添空间的生气 还能够象征着事业和财富的增长 同时 鱼的游动能够带动水流 使得风水能量流动更加顺畅 从而加强鱼缸的整体风水效果 鱼缸最重要的风水作用之一是摧菜 因此将鱼缸摆放在家中的财位 能够极大的提升财运 防止财气外泄 财位通常位于进门的对角线位置 通过在这里放着鱼缸 能够激活财位的能量 使财源滚滚而来 此外 鱼缸的水流动象征着财运的流动 可以防止小人带来的财务纠纷或损失 减少职场中的竞争和财务上的冲突 保持稳定的财富积累 玄关是家居气流进驻的重要通道 外界的煞气和小人气场往往通过玄关进入家中 将鱼缸摆放在玄关处 尤其是靠近大门的区域 可以有效阻挡和化解外来的负面能量 通过鱼缸的水流 外部的煞气被吸收和中和 小人气场难以进入家中 同时 鱼缸的正能量 也可以保护家庭气场的和谐与稳定 在办公室或书房中摆放鱼缸 尤其是在办公桌旁边 可以帮助化解职场中的小人气场 增强事业运势 鱼缸的水流 能够综合来自同事或竞争对手的负面能量 防止被小人陷害或重伤 同时 活跃的鱼象征着事业上的生机和活力 能够帮助你在工作中保持积极和顺畅 建议将鱼缸摆放在办公桌的左侧或前方 这样不仅能够招财 还能防止背后重伤 流言蜚语等小人行为对你造成影响 在客厅摆放鱼缸 有助于聚裁和化解家中的不良气场 特别是当家中成员之间关系紧张 或经常发生口舌之症时 鱼缸可以通过水的柔和能量平衡气场 减少摩擦 提升家庭的和谐度 将鱼缸摆放在客厅的东南角 通常被认为是家庭的财位和健康位 有助于带来财运 健康和和睦的家庭关系 此外 鱼缸还能防止外来小人对家庭的破坏 保护家庭的安宁 虽然鱼缸具有强大的风水作用 但不当的摆放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因此需要注意以下禁忌 一 不能摆放在厨房或卧室 鱼缸属水 而厨房属火 水火相冲 容易破坏家庭气场 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 鱼缸不宜摆放在厨房附近 尤其不要正对灶台 以免引发家庭中的争执和不和 卧室是休息的地方 讲究气场的稳定和平静 而鱼缸的水流动带来的能量比较活跃 容易干扰睡眠和休息 因此 鱼缸不宜放置在卧室内 尤其不要放在床头附近 二 不要摆放在正对大门的位置 虽然鱼缸可以摆放在玄关附近 但不宜正对大门 如果鱼缸直接对着大门 会使财气外流 同时也可能将家中的气场带走 导致财运不稳 此外 鱼缸放置在门口正对大门的情况下 可能会吸纳过多的外界煞气 导致家中气场失衡 三 水制要保持干净 鱼缸的水象征着财运和气场 因此必须保持清洁 如果鱼缸中的水长时间污浊不清 容易积聚负能量 不仅会影响财运 还可能加剧小人气场的侵扰 因此 定期更换鱼缸的水 保持水的流动和清澈至关重要 鱼的种类和数量在风水中同样重要 一般来说 以下几种鱼最适合作为风水鱼 一金鱼象征着财富和吉祥 金鱼颜色鲜艳 生命力旺盛 能够提升财运和家居的正能量 二金里 被认为是风水中的祥瑞之鱼 能够带来好运 财富和成功 适合放置在家中或办公室的鱼缸中 三龙鱼 龙鱼象征权势和富贵 适合用于招财和化解煞气 尤其适合放在办公室或公司门口 至于数量方面 风水上常建议养单树鱼 因为单树象征着洋气和活力 能够增强鱼缸的风水效果 通常 九条鱼是比较理想的数量 寓意长长久久 如果选择其他数量 建议根据自己的五行属性来调整 为了最大化鱼缸的风水作用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增强其风水效果 一搭配水草和石头 在鱼缸内搭配一些水草和石头 可以增强水的生气 提升鱼缸的整体风水能量 水草象征生命力 能够平衡气场 石头则代表稳定和长久 能够带来更好的风水效应 二定期打理鱼缸 保持鱼缸的清洁和水的流动 是确保鱼缸风水效果的关键 定期清理鱼缸 换水并检查鱼的健康状态 能够确保鱼缸持续为家居或职场 带来正能量 三使用风水物品 在鱼缸旁边放置一些风水物品 如五地钱、皮修等 可以增强鱼缸的招财和化煞作用 五地钱能够进一步化解煞气 而皮修则有助于招财进保 通过正确摆放风水鱼缸 不仅可以招财 还能够有效化解小人煞气 提升整体家居和职场的风水能量 鱼缸的水流动 代表着财运的流动 鱼的活力 则象征着事业和家庭的生机 无论是放在财位、玄关、办公室 还是客厅 鱼缸都能够通过水的流动和鱼的生气 帮助你化解外界的煞气 防止小人入侵 保持家居和职场的和谐与顺利 今天分享了几大幸运生肖和鱼缸摆放防小人 招财又化煞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9月18日 是许多生肖迎来财富和好运的时刻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 在这六大生肖之中 不妨留意身边的机会 说不定好运就在不远处 祝大家在9月18日 不仅能与家人团聚 还能收获满满的喜悦与惊喜 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 别忘了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再见